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姐姐 你别犹犹豫豫的了 不是说克盘疑似在高昌古城吗 快走啦 于迟 我要去追踪玄冥教 他们手中有苍尘客栈要的地脉图 山高水远 再会 罢了 无名也不多听一句 说不定跟我们一道更容易发现丹阴踪迹呢 于迟哥 我们还是快走啦 玄冥教徒方才说白手不识便会道 幸亏我们撤得快 你看玄冥教居然追到这儿 估计他们也得知最后一块克盘在高昌古城 确实 于迟 开样子我们得加紧赶路了 对了 于迟 最后一块克盘在高昌古城 是斋女在小方盘城告诉你的 还是在沙州客栈告诉你的 在小方盘城 那会儿你和依依都 我知道了 我们快走吧 白手将军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啊 赤 赤烈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这儿啊 是跟着圣女来的 不想却瞧见了你 还瞧见了小九呢 九 九阴 你 你 你把他怎么了 将军直呼九的名字 想来是交情不浅呢 那不知道将军知不知道 九 确确实实 是 且仅是圣女的人了呢 哦 也对 将军向来是站在最后活着的人那边 只是不知道将军以为 最后的赢家是圣女还是主上呢 我对主上素来忠心耿耿 你这奸命 这话什么意思 你把九阴如何了 哈 将军这是不打自招 我可没把九怎么招 他跟着圣女呢 不过 看将军这表现 看来将军也是效忠圣女的了 呸 你这捕风捉影的小人 你身为行李 你 不去找教终叛徒 就单单来挑拨离间 你与何为 当真以为主上会做你横行无度 你以为圣女如何 是我们能说了算的 主上尚没说要对圣女如何 你敢如何 哼 你以为呢 你 你 什么意思 主上说了什么 这就不是将军需要知道的了 将军 你可小心这些 我啊 可是会好好盯着你们的 哈哈哈哈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们呢 我们被围困了 有没有人呢 银银银 别嚷嚷了 不是刚把那些怪物杀完吗 应该不会再出现了吧 应应应应 你看吧 你看吧 我就说杀不完 又来了 不求就怎么办 人家好害怕 呵呵呵 救命啊 春兰 小姑奶奶求救你了 你别哭了 我头都要炸开了 银银银 喜哥 这时候你还凶我 银银银 啊 那个 是那个银银银 这姑娘在这儿 那难道说 鹰公子也在附近了 但似乎没瞧见 喂 你们愣着干嘛 快帮忙啊 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啊 上封印四个法阵 且场上无敌人 ok 那怎么封印啊 还有一个保管啊 你们看见那些法阵了吗 只有占据那几个法阵 才能让这些妖魔鬼怪 不再被传送出来 你们快将这些法阵占据 希哥是女生吗 身形是女生 可是配音 配音 有点是男生的配音 好 好 多谢各位帮忙 呃 不客气 既然两位姑娘平安无事 那 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各位少侠别走 少侠 我认得你们的 你们之前还和鹰哥哥 同行了一段时日呢 你们别走啊 快告诉出来 鹰哥哥在哪儿 咦 诶 诸位 你们认识那天玄门的鹰无邪 这个 敢问这位姑娘是 我是四象门的希哥 几位如何称呼 我等不过无名小卒 不足提及 我听闻四象门掌门之女名唤希哥 又素闻四象门与天玄门交好 姑娘寻天玄门之人 怎来问我们三人呢 这样啊 那你们若是此后 再遇见那天玄门姓殷的家伙 可得替春兰姑娘揍她一顿 诶 姑娘 此话怎讲 是怎么回事 还能是什么事 不过就是痴心女儿复心狼狈 呗 春兰姑娘不远千里来寻她 她呢 倒是见了就跑 哈哈哈 奴家命好苦啊 这 希哥姑娘 此事又与你有何干系 我就见不得这灯图浪子 这般辜负女儿家 我本是为了些事出山门来的 不想着半途遇见春兰姑娘 听闻了她的遭遇 就一路伴她来寻人来了 啊 春兰 春兰姑娘是吧 是哪 公子换车篮何事 我们 我们要是再遇见英公子 呃 定会 呃 呃 揍她一顿 给姑娘出气 那个 那个我们就先走了 夜老贼此前曾提起四项门 于希 四项门与家门 面门之仇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便是有关 我又能如何 人上夜老贼 也实属侥幸 这 我行 我行答应 只不过一人 但看四项门 名门正派 历史悠久 即使难迁 也不是我一己之力能动得的 其实夜老贼之言不假 我家丑弄当真千年盛光 我是无论如何 也不肯等到大丑得报的那天 于希 我会帮你的 不用了阿良 于希 若 罢 罢了 早些休息吧 尾姐姐 你为何于玉池哥那样说的话 尾姐姐 你别让她听不见 你再不打理依依 以后就不再和于姐姐说话了 依依别问了 家丑 那是我自己的事 总不能硬生生又像这些事 也加在阿良肩上 尾姐姐骗了 于姐姐没有说正话 逛街雨池哥才不会觉得帮于姐姐报仇是负担 他 或许现在不觉得此事是负担 但往后呢 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否则何来一句信誓旦旦不知其反 可况 谁又该背负谁的人生呢 人之生 道德镜头 不过孤身一人 终于就是孤身一人吗 想也是吧 新年热闹喧嚣 终于就还是得取终人善啊 依依 你眼睛小小的 怎样又有这般想法 不过想起一些往事 夜座听风 禁起关雨 今年风雨 也是一指笑谈 有人告诉我 有时候看得清了 也就看得清了 但这又如何呢 仓不过纸念 断不过善变 这怎么有一张纸啊 念念 诸位 如乃四向门阳阴七 此方前来能有药物相求 四向门本是邵阳 邵阴邵阳两宗 轮流行事 而今邵阳久居中主之位而不让 且有天群门勾搭成双 五辈不能四向门继夜就此衰败 因而欲求邵阳所图 我已追索诸位许久 也算是神交至深 此方欲请诸位同探尼迈观渊 追索四向之明 我都记不得这阳七 阴七究竟是谁 这人就与他神交了 那玉池哥我们 去看看吧 四向门与江湖各派纠结婆生 不能知道些他们的消息 也算是好事 玉池哥 我刚才见到一件趣事 哦 什么趣事 有个莫菊的人想要骗人 陪他一起去林曼光渊做妖 结果仿佩人把身上的情长都骗光了 莫菊为什么要去林曼光渊里做妖 玉池哥你对这感兴趣 那还不简单 这么直接去看看不就行了 蛤 怎么看 那家伙傻乎乎的 又不认识我们 去见他的委托不就行了 其实啊 都不信命 命 我可不信这个 但确实也一直有宿命一说 否则哪来的占星算命 你们难道感知不到 朱天星要带来的律动吗 啊 你 你感知到什么 你 你们无法感知吗 为什么我一直以来 都能觉察到星辰变幻 你们试试在手指上缠上我的发丝呢 就像这样 能感觉到吗 很多人都在这天穷中呢 大家都有自己的本属公秀 我们也不例外 本属公秀中 其实就隐含了我们宿命的诡计 阿良 我们先看看你吧 我们所为想来聚以命定 否则为何这些早已沉于星要轨迹上的事 能加强我们的天魂之力呢 依依知道天魂之力的用处 我们快来占星啦 果然啊 传说中有太乙占星盘 隐含洛书 对应星要 天魂之力真的能用在一一的这个东西上 天魂之力通过星盘中回响 好像是能回应本属公秀 原来传说是真的 经过星盘 天魂之力得以映入星要 能提升本属公秀的星等 提升我们的力量 咦 这太乙占盘你是从何处得的 呃 就是 就是家乡长辈给的呀 哎呀 一直觉得这没什么用处呢 真没想到 康平斯手里竟还有这种东西 早知道离家前就多翻翻了 这地方为何有如此多的幻象 当年 一夜之间楼兰王城消失 随后异象迭升 此间幻象如此逼真 那我们应当离幻城不远了 诶 这是 黎幽 是美人啊 是不是这挡到的石怪对你一途不轨 别怕 依依这就来救你 快停下 前面是流沙 千万别踩进去 迷阵 是啊 若只是区区石怪 倒是奈何不得我的 只是此处的迷阵令流沙随不知名的力量不断增多 如此一来 人寿入得其中便罕能再离开 我也正因此被困在了这儿 不过 幸好遇见了你们 啊 幸好 是这样的 你们看那边 我猜这迷阵的关键应该就是这些法阵了 或许得踩住 激活法阵才能找到突破迷阵的办法 我和同行的朋友走散了 不过你们来了 我们一起行动 想必能从此处顺利脱身 既然这样 那我们便先一同想法子离开 至于别的 别的 没事 也没什么别的事 我们还是先配合运用这些法阵离开此处再说吧 得先解决法阵周围的石兽 才能确保激活法阵时不会腹背受敌吧 那边啦 又长出来一个法阵 看来我们要激活的法阵还不止一个呢 难道说得站在法阵上头 不能离开才算是激活法阵 不过就算是也没关系吧 我们人多啊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 一阵出口的标记了 我们走吧 总算是出来了 多谢诸位了 你们也是为了什么奇谈怪事来这儿 打算入高昌古城吗 是 是什么样的奇谈怪事 诶 你们不知道吗 坊间近日都在传 说各朝廷在寻地脉 据说是何处出了本转轮漏之 里面记载了一种奇鬼之物 能利用地脉之力逆转光阴 借此便能耗令神魔 说那技巧很可能就在此处 有些人的故事 就远远 那些人也会不得了 这儿了 自然是得去高昌看看 说不定还能找到之前 与我同行的那两位侠客呢 你们又有何打算 这 我们正好也有事得去高昌 就和姑娘同行吧 幽黄 幻花剑派的人发现了一件鬼事 古阳关城重现 更有甚者 那城池内甚至有久远的光影 这点可不是你的楼兰古城能比得的 楼兰古城非此界之物 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吧 借由那忌体礼顺了十里山河道 莫高窟 现在楼兰的地下部件 已经顺着地脉流转回原点了 现在你还不让我杀他 我再与你说一次 地界动荡 和玉池梁这个石轮的际体无关 即便你杀了他 也改变不了什么 他逆转一条地脉 黄泉之中便升起一处被规律淹灭的城池 那城在地界之物不在 地界又要怎么办 地界一直趋于崩 若你不信我 我也无需突飞口说 哼 幽黄 别忘了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你找你想要的答案 也休想管我如何行事 李顺的地脉带回的竟不止是楼兰 竟然还有早该消失的城 城内的光影 是记忆吗 我早该料到这点的 但为什么偏偏就没有想到呢 我到底 我到底忘记了什么 小心点 前面好像有动静 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金国人 怎么会在这儿出现 这些人估计也是来打听高昌古城的 真是的 像一群闻着腐肉的秃鹫一样 不过就是一点风声 就通通跑了来 但是我们也来了 美人 这 那我们也是 反正与他们这些人不同 至少我们既不为名 也不为力 哈哈 名利到底是什么 不过是自个儿定义的 阿灵 你又从哪里听了 这些奇奇怪怪的论调 哈哈 只能说是玉池公子 想法到不同俗人 你倒是头一个这么说的人 旁人多半会觉得 我的想法离经叛道吧 一别惊年 小兄弟们 咱们倒真是 许久不见了呢 又倒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咱们可不也是这般 这回 不妨把你们的性命 乖乖奉上 全做事见面礼了 如何 咱们把某些人的销子 我刚才能以来 到时候 不妨把你把某些人的销子 你怎么会 没有 这些人 不妨把你把某些人的销子 然后 和你个人 都不愿意 要不愿意 你们要不愿意 咱们 要不愿意 是 要不愿意 要不愿意 我们要不愿意 来查找异动的地脉 您不是交代了要留心发生了异界乱象之地 我是要你们留心 像是十里山河道 莫高窟之位 其真正的作用是扭曲地脉 高昌城内也有异界乱象 这才来查 历史中也有记载 当初天外之境落在高昌内 这高昌内的事情 与地脉乱象无关系 这是个错误的方向 不要进入高昌古城内 高昌古城啊 想来其实是它最放不开的地方吧 请魔将助我报杀父之仇 起开 求魔将帮我报仇 赶紧滚开 魔将若能助我报仇 我这条命从今日起 全交由魔将任凭驱使 哼 不管是人是妖 甚至是我们罗侯眷族 都会有些过不去的事 像你是别人杀了你的师父 还有被抢了老婆的 再或者杀了不该杀的人 事到你头上了 你便觉得一辈子都过不去 满脑子都是复仇 悔恨 痛苦 可这样屁用都没有 你总归是得往前看 就是你不想看也得看 要不活着干嘛呢 总得有事成你的叛徒 是个人那都想了断前尘 但一旦有了前世 往后路就没得走了 你师父和你说那些话 八成就是这意思 不然你想怎么着 你以为自己能干嘛 保仇 扑 救你 废物典型 谁会要你 我可以给你们玄冥教做狗 幻花剑派 本也只是师父收养来的孤儿 了无牵挂 我们都可以当你的狗 我白手不劝你这样的走狗 要你们没半点用 我玄冥教不收未寻仇的人 你们被恩怨蒙了眼睛 滚吧 哇 太多了吧 咱们这里发现了 可能有点很多 我发现了 还是准备的 经历 毕竟 是很大的 她的 socket 喜欢 就能有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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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